不下雨了温度就特别高 有三四五六度 这么高的天气适合晒土 这盆是紫苏前两年买了一颗 然后它每年就会自己长出来 不用种了 那边苏底下又长出两三颗 把这一盆就不要了 紫苏煮鱼的时候 放一点可以蒸香气鲜 我今天先晒一部分 晒太多的话也没力气弄 现在是早上七点多 天气还是蛮凉快的 我就是喜欢早上起来做事 这时候天气不热心情也好 撒上一点生死灰晒土的话更好 杀进杀虫 我刚刚还拔了两颗茄子 那个茄子有根结线虫 根结线虫的话就要用生死灰 中午这个地表温度很高的 这样子曝晒一天以后就不会有了 这个泥土还有点湿 我先撒上去 过两个小时再来翻土 现在是中午十一点 这个时候天气特别热了 广开把这个土翻一下 下午六点钟太阳还是那么大 不过现在要开始收土 收这些土差不多要一个小时 到时候天就黑了 曝晒了一天这个土很干 灰尘都特别大 在下面垫一层土公布 之前一下椅的话 这个盆子里的土老跑出来 每次下过椅之后扫都扫不过来 以后的盆子都要垫上一层 之前塞进去的豆角和丝瓜的叶子 塞了满满一桶 发酵过后才一点点 今天用这些当底肥 桶里先装了三分之一的土 发酵好只有浓浓的酸味 没有臭味 只有全部水果的比较好闻 像这种我都是用来做底肥 不用来浇菜 这个味道还是挺酸爽 先盖土再弄其他的盆 买一些发酵好的厨艺 也是可以改善土质 这个肥料是酸性的 生死会又是碱性的 这样可以中和一下土壤的酸碱度 天气那么热 我现在也不想种什么 先把土收拾好 天气凉快点再说 收拾了那么些土也很累的 近段时间我都不想晒土了 现在到了晚上七点钟 刚好弄了一个小时 再来给菜浇一下水 浇水还要半个小时 现在抽的是鱼翠里的水 这个水过滤了一下 你们说有没有这个转接头 用转接头 接到水管上浇水的话 就容易多了 再来给菜浇水